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说出来的吗 那老灯没跟我商量 这个不是就反正很多事对吗 好像就是你说是偶重也好 巧合也好 反正很多事很有意思 我平常从我们的话题里感觉到 你比如说昨天也不就对 不就是反正最近这几天 我们刚刚谈到最近娱乐圈的一个事 说闪婚现象 有一个艺人叫萨鼎鼎 说是闪婚 然后碰见了一个金融财俊 那天跟袁立聊 说碰见一金融财俊 两个人聊了90分钟 登记去了 结婚登记去了 你哪能想得到 转头就碰见广美了 广美在飞机上撞上这金融财俊了 我的天哪 这广美 我这样子深爆料吗 还跟他讲了不止90分钟的话 我跟你说 我现在发现有的女的 她专门吸引金融财俊 她磁场接近 你看广美找的这个人 对吧 就是这种财俊 给我们介绍一下 因为大家都特好奇 就是闪婚的金融财俊 到底是什么人 我们先不要贴标签 就是在我不知道她是什么人之前 我整个由头是这样子 我在机场要过安检的时候 然后因为我很敢 我匆匆的就越过了一个人 我知道隐约有个人拖个箱子 然后可能我那时候自己冲过去的时候 我还觉得说她会不会不开心 我这样有一点点变相的插了人家的队 那种感觉 但是因为我比她早进到排队的那个口 我想说她应该不至于吧 然后后来就排排排排 后来我在已经过去了之后 我开始拿东西的时候 我后来听到后面 有一个小小的争执的声音 你叫什么名字 号码 哪个单位的 什么什么 你给我给我写下来 警察 她不是 她就是一个乘客 然后后来我才回头看了一下 原来是有一个 可能是在机场的职员 你知道因为机场职员身上没有什么东西吗 我们东西多过X光的时候 不是得慢 要放东西要拿电脑 这个有的人比较慢 他就在人家的瞬间的时候 他就东西 他的把手机一放 他就就过去了 那他就引起了那位男士 就是刚刚被我类似被我插了对的这位男士的不开心 他就他就他就出声骂他 他说你插他他没事 那边那个人插他就有事 我的那个比较灰色一点 因为我们等于是大家四面八方的这么过来 要进到那个入口的时候我的速度 你插得比较自然 我不是忽然的加速 我是一路我都一直加速一直加速 不要为自己加事找理由了 就讲讲萨丁丁这个金融艺人 不是金融裁军什么金融艺人 金融裁军 然后那时候我看到他这样子的行为的时候 我还觉得说哇塞这哥们也挺挺那个 就是说一般现在人家遇到打尖的人 比较不会说话 对好像老外比较爱还是主持正义还干嘛的 然后我一出去我就跟我经理人讲说 我说我刚才在里面遇到一哥们挺有意思的 就是特别有正义感 然后我还在那边好奇说他到底最后会不会 跟真的跟他拿他的员工证 结果我上了飞机之后我东西特别沉 我正早上举的时候后面又有人过来 我帮你拿帮我把那个箱子给放上去了 火雷锋 然后我就是 火雷锋已经认出他了 你看徐老师咱们俩 咱们俩这个善良程度明显就不一样 我发现 然后我就很感谢 我说谢谢真不好意思 我一看不就刚才在抓那个女孩 对然后我后来我跟他说谢谢 我就很自己很八卦跟人说 你真的跟人家拿了员工证的号码吗 当然要拿了这太不应该了 自己是公司那个机场的职员怎么还跟你讲 我就觉得这人真的是果然非常有正义感 结果我一屁股坐下来 他竟然一屁股就坐在我旁边了 这时候他就知道你叫孟光美了吧 我不知道我其实不知道他知不知道我是谁 那是我习惯性的因为我每天都在去 但是他不是提到什么世贸天街吗 那后来那我习惯性的我一上飞机 我一上飞机就先睡觉 然后我就哗哗的睡睡了一觉醒来之后 他就忽然跟我说啊没想到今天这么巧 有机会可以跟您跟您坐在一块 那时候我就知道原来他应该是认出我来了 然后后来他就开始他非常健谈 非常健谈的一个人 那个然后他就开花花就讲自己很多很多的事情 然后就告诉我说 哈我们怎么样我老婆怎么样 我老婆怎么样 就一直满嘴他老婆老婆 我心里想我跟你很熟吗 我认识你老婆吗 为什么你一直说你老婆呢 然后他就开始跟我讲 他跟他老婆认识的经历啊 这样就这样闪婚 就这样闪婚 他说我们现在是号称 原因就那种什么认识几天几个月结婚的 我们这才是真真正正的闪婚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他应该是跟我讲说 15分钟之内 基本上就把双方的一些 呃大家的所谓的条件 就说得很清楚很明白 真是金融裁券啊 这是 你跟他谈来不止15分钟 对比报导的时间大大缩短 报导说90分钟嘛 金融裁券私下跟你聊 说15分钟搞定 我的天啊 因为其实这样 可能整个相亲的过程是90分钟 但是就是说两个人就觉得说 那女方你心里想的要什么 男方你心里想的要什么 哎这我可能双方的一些 想法跟一些呃需要的东西 我觉得是不谋而合 一拍即合 对 这就是哎呦真是 然后呢 那我就觉得很神奇啊 然后后来 但是因为我这人 我也不好意思问人家说 那你老婆是谁啊什么 我就忍着 我就一直听听听 听到最后 终于他告诉我是什么人了 后来后来我才知道原来是这个大名鼎鼎的那个 那个大名鼎鼎的 我看八卦就是讲就是凭水相逢啊90分钟的登记 这可见你看首先 这个飞机上碰到也算邂逅吧 啊啊啊啊对 但人 广美已经有镜上开军了 你们 你们这 不知道撒顶顶听到你这番陈述是什么感想 哎呦 我觉得很棒的 因为这个男人他真的是 就是所有的交谈里面的每三句话就 又是太平洋警察又是活雷锋又是gentleman又是金荣 你说说这还有什么不好啊 他每三句话里面一定会有一句我太太怎么样 我太太怎么样 我太太时时刻刻这是很重要的 我觉得这个太重要了 时时刻刻把太太挂在嘴头 这也就是 而且他是真的觉得自己他真的觉得他太太非常优秀 他告诉我他可以自己作词作曲又怎么样原创 哒哒哒哒 然后那个他太太不是入围了那个香港青山奖的一个音乐项目的 一个提名他还发短信告诉我呢 哎他真的是以自己的太太为荣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的 很重要 很重要 真的 湖南城后来在武汉追那个小护士的时候啊 他也什么他拼命夸张爱玲的 他什么都告诉那个小护士的 这是两个性质的问题 这个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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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续继继续 湖南城不是不是可以就可以继续你这事 这湖南城到行这就深了 他他他说的是 就是说他跟你啊 他秀你呢 但是他夸他的太太 对 这句说是更高深的功夫 他是这样的 他就是说他一是花言巧语嘛 第二就马上要提出跟人家结婚 他都是非常快的 他马上跟人家结婚 第三的花女人 闪婚派 第三的花女人钱 但是第四最重要的就是他一切坦白 他而且他跟你碰到的时候 他碰到一个女的 他就会说我前面有谁有谁 他怎么好怎么好怎么好 在后他最早还有个什么 就这么一路坦白 当然了你碰到那个今天财政不一样的 完全性质不一样的 不要再这样来讨论问题 但是也有这样的难的 对不对 竹筒到豆子看来啊是好的 所以说啊这个要不光明磊落 还是说真话 你知道吗还是要说真话 要打假 还是要就是不管什么情况 不管什么情况 说真话是当今社会所必须 对吧 甚至后来最后他跪在那个 那个吴四宝的太太蛇爱针的膝盖前面的时候 他也把他张爱玲啊小周啊 范秀美的故事全盘托出 最后那个那个黑帮的老婆就跟他说 你那个护士就不能来往了 你张爱玲你要来往还可以 就跟胡乃成说也是全盘托出的 哦 精生 基本上啊是用过去的情史啊 在争取未来的情史 对 对吧 这就好好学习一下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咱们现在总是拿这个一时兴起的话题 干扰了本来要谈的话题 这不是要讲火跳吗 本来要讲金融才俊呢 不是不是本来要讲酒店 怎么在讲金融才俊 你不是碰见金融才俊了吗 接下来就谈谈这个到酒店的问题 你不是讲你住过什么酒店 因为你印象最深的 没有因为我刚才在吃一块我兜里的饼干 我才想起来 这饼干是从那个酒店里带出来的 我就忽然想 什么都敞开吃是吧 对什么都可以敞开吃 因为你知道我们这种每天都在飞的人 飞机好不好 酒店好不好 其实会影响到你整天的情绪 跟你工作的一个状态 所以为什么我刚才忽然是 吹吹迪拜的帆船 对给大家得通报一下 广美同志住过迪拜的七星级的酒店的总统套房 我天哪旁边 而且套房 谁花钱 这个别问了 这个别问了 这个徐老师很解释 不是不是没有关系 当时当然是跟我的那个未婚夫一起去的 金融财经看出来了 金融财经看出来了 但是后来发现原来花的是我的钱 你这一辈子啊 你这一辈子就是这个命运 我想看出来 但花的是开心啊 没有要否则的话那晚上睡不着 那开什么玩笑 人家你知道我去的前一段有一年 那时候那个那个酒店特别火的时候 有一个台湾的艺人去那个酒店住了一个 就是普通的房间 回去还开一记者招待会 那我心里在想 那我已经我还住过总统套房 我还不 所以我给你做一集节目嘛 做一集节目 他往多少钱呢 10万美金嘛 来啊 7000美金 7000美金 不够 当然不够 7万美金 不用 不用那么多 没有那么多 但是具体的数字 我我其实不是很确定 广美不是个把钱放在心上的 OK 真的很好吗 我只能这样讲 就是进去呢 我真的就是就是傻眼 你知道他的那个屋顶是有一个直升机的那个设备嘛 就是你可以直接就飞过去 但是我没有选择用直升机去 那因为那天去 因为他在意大利从直升飞机上掉下来 那个是之后的事情了 因为我去的时候 就那个睡晕了 我不是跟我当时的那个男友一起去的 我是自己先到那边去 我一个人住那么大的房间 我已经不记得那个地方大到 我现在都不知道怎么样形容 那应该有一两千平米吧 一两千平米 一个房间 酒店房间 对 就是基本上一整层 基本上一整层都是你的 然后里面有 在里面可以跑步是吧 你必须跑步 否则你要从大门去到你的房间 特别特别的远 就是说你还好像 我记得好像还有上一层楼这样子 我记得那时候我一进去我都傻眼 我就立马把我的那个DV拿出来 我就开始拍 然后那时候我就觉得 我一定要让我爸妈知道这个地方长什么样 我就自己还口述 爸爸妈妈这里是那个他的那个玄关 进来之后右手边有什么什么东西 有什么然后左手边可能有个喷水池 然后等等等等 这就是个景点 然后自己录完之后 迷路了 在套房里边迷路了 因为他有很多很多房间 他有各种 他有电视房 游戏房 儿童房 保镖房 保姆房 然后餐厨厨房 也是一个大一个小 这个就是你走到最后 我一个人在里面真的非常害怕 那时候我的第一个联想 我就觉得 这个地方应该有一个卫星导航的 你才能够 GPS 把自己给导出去 就是这样 极尽奢华之能力 而且那时候就注意到最 让我特别感到有趣的一点 就是说 每一个地方的每一个桌子上面 一定有甜品 你知道那种伊斯兰人吃的那种像蜜枣 甜不死人不要钱的那种蜜枣 各种甜 但会不会要祷告 会不会有固定的时间要 他们都要的 他不会强硬的要求你到 我们好像也住过世界顶级酒店 跟他塞一塞 我哪个酒店 吾尔道夫 你不是住过纽约吾尔道夫 我跟我们老板住的 住在一起吗 别不好意思啊 我跟我们老板睡一会 你不是跟克林顿 不是跟克林顿一起 live here吗 不是 那是纽约的一个老酒店 叫沃尔道夫酒店 上海现在也开了 我去住的 对吧 前一天 President Clinton 克林顿总统 刚从那走的 我跟我们那个 虽然不是一间房 老板去的 那老板可能住的是 克林顿住过的房间吧 我住的基本上是保镖的房间 你住的是希拉里的 我的印象 我的印象是很差的 你知道吗 但是老牌酒店 美国一些老旧酒店 就是这种 就是这个尊荣的这种地位 可以说名声 可是那个门都是破的 那个里边床也窄的 你知道吗 就是脏乎乎的 就是挺破旧的 这个沃尔道夫 这个沃尔道夫在上海 现在开了 用了原来上海总会的那个楼 那个西方的报纸都报道了很大 我还专门慕名去了 没什么人 7000人民币一个晚上 非常叫人失望 里边的服务员 连带糖都不知道 这真是硬件好一点都没用 里边的服务员 我问他就糖啊 喝咖啡 我要带糖啊 带糖 没有 我说怎么会没有 你拿那罐过来 里边就有 这叫带糖 现在差的就是这个软件 软件 很多时候 而且还不是一个软件 我觉得咱们 你比如说我去美国 我感觉到还真是 就新建设来讲 它跟我们相比 倒像个老国家了 嗯 很多在中国知名的酒店 在美国的那个 看上去就是个挺破的 挺旧的 那么个那么个酒店 你知道吗 哎 这个可是在中国开的酒店 那家伙真是金碧辉煌啊 金碧辉煌 可是呢 在中国开的一些酒店 你也是感觉到 我跟你说上海有些酒店 楼是盖的很漂亮 可是里头的这个 这个东西啊 你就看出这个装修啊 很多细节你要挑演 那没有一个不出差错的 都是会有差错的 我这个是常常挑剔 就是这个洗手间呢 这个乱七八糟 是不是啊 是啊 那你说那七星级的 返船酒店 人家 我也觉得它很大问题啊 你知不知道 就是如果你不是住客的话 你是不可以自由进出 那个地方的 就很多人去了迪拜 就觉得啊一定 可能不一定愿意 他们不是 我我听说他们是一个老板 住那个房间 然后下面的员工 就跑去参观这样 你要进去的时候 你得买票的 所以很多人就会觉得说 你凭什么呀 你就是一个酒店 你就是一个公共场所 你应该可以让人家自由进出 可是那它是那个城市的地标啊 它是那个城市 现在最有身份的 就是那个帆船啊 我觉得倒是一个什么呢 我现在对那种特大的酒店 倒不感兴趣 但是对他们说的那种小酒店 我也是 你比如说欧洲的那种啊 很多你比如说你要去这个意大利啊 当然意大利拒签了 但是我也查了很多 是看上去很有意思 一个个小小的酒店 是吧 在什么什么博物馆旁边 或者在哪条河哪个桥的旁边 你看各有风采 各有意思 你知道这就讲到中国一个挺遗憾的地方啊 我们中国最好的酒店 就得是五星级的这种大酒店 各方面设施就好 可是啊 在很多风景点 你比如说黎江两岸 对吧 包括一些什么山呢 对就是在占据了最好位置的地方 有一些个所谓二三级的这种小酒店 实际上这个概念 如果是在欧洲的那种小 哪怕是家庭式的酒店 做的非常都很舒服 你知道吗 我们这个呢 就这二三级 真的就是招待所的水平 床也不舒服 这撒起了我疯的 你知道吗 这个就是脏乎乎的 但我就觉得就浪费可惜 我也住过一个好酒店 我在维也纳住过一个 几百年古堡的酒店 那个酒店印象升到什么地方 我check in的时候 旁边那个跟我一起check in的人 他带了个高尔夫的那个锯啊 是Helmast 就是说 爱马仕的球干袋 爱马仕的那个球干袋 哎呀 给了我一个这个Junice Suite 就是那个三层楼的阁楼的那个地方 那个窗口看出去啊 大雪天嘛 就是那个雕塑下面灯光打上来 里边的床极软 那个毛巾啊 都是挂在那种暖的架子上面 拿下来都暖 枕头套 我很快就睡着了 枕头套上还刺上你的名字吧 没有 但是我很快就睡着了 睡着的梦里边啊 我坐在首幅拖拉机上面 坐在首幅拖拉机 这个首幅拖拉机 在这个山 在山路上啊 就是那个车车抖 就晃出了这个路面 我就随时可以会掉下去 然后声音几响就震动 我就印象非常深 最后我醒了 醒了以后 我又跑到窗口去看这个周围的景 我想我活在这世上for what 我是怎么回事啊 这是我住过的最好的一个酒店 就做了这么一个梦 我的理解是什么 因为你讲的这种酒店呢 在欧洲很多 我也去过一些 类似您讲的这样的酒店 我通常在那里呢 我会睡得很诡异 我有时候会睡不醒 甚至于会睡不醒 你觉得我这个是跟他酒店有关系 不是我的问题 因为我觉得 我不觉得是你的问题 因为那样的酒堡里面 酒堡 那样的古堡 那样子古老的一个古堡里面 那你难保会有谁 其实已经在那边住了很久了 他一直没有离开 所以你懂我意思吗 所以有的时候其实去那边 我遇到这种情况 一开始我很害怕 到后来我就会觉得说 是我来做客的 是我来干扰了人家的生活 所以人家到你梦里来 跟你开个小玩笑 还是干嘛干嘛 你其实也是很正常的 他的梦是当年中国上山下乡 这是青年的梦 守抚拖拉机 不是那古堡幽灵狂 江江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所以咱们这么聊 也是个气死无产阶级 你说是不是 那也没有 你们住过最差的酒店是什么酒店 我睡过北京的防洪洞 就在北京仁义边上 二十多个人一间 一块两毛钱 你要比这个那徐老师 我什么都睡过 那个大通铺 那个就是那种乡村路边的那种 二三十个人睡一个大通铺 你怎么会睡那种 你怎么会睡 我大学的时候去社会考察 你知道吗 其实是失恋了 出去 对他已曾经自我放途 他住在那种大车店 你知道吗 二三十个人 我跟你说交响曲 那家晚上磨牙的放屁的 打呼噜的切了呼噜 哗好家伙 人类种种阴生 非常有意思 其实你别说气死无产阶级 有的时候真的就是一个 你不一定要花很多钱 你刚才讲到说 比较就是住很差的酒店 我记得有一次 我也在欧洲旅行 我到一个非常距乡下的一个地方 他就在河边 河边是什么 一个坟场 那个坟场大概也就四五十个 那个墓碑在那里 他的那个家庭酒店 就基本上就在旁边 但是就是说你去到 人家把那个氛围营造的 那个大概是几百块钱的 几百块钱一个晚上的一个酒店 几百块钱人民币 不是欧元 你知道就是早上的那个早餐 你前一天晚上跟他讲说 你check in 半夜check in的 你跟他说我明天早上 需要几点的morning call 他不是打电话给你 它是直接去敲你的门 就跟你讲说早餐已经好了 你们是不是准备要下来 就非常人性化 我后来下来我还问那个人说 你怎么check in 也是你 然后早上叫叫醒也是你 然后我说煮饭也是你吗 他说对啊 刚才的蛋就是我替你们煎的 我有一次跟你说 在上海住一九年 那才叫人性化的 早上起来我睁开眼啊 我的床前有个人 擦窗户呢 不是他打扫卫生的 他就进来了 我说怎么就进来了呢 这个他就 当然可以进来 我那个时候住县里的招待所吧 半夜手电筒照在你脸上 查证件 很正常的 大家都是这样的 在那个时候就查 你得有一张证明 证明你是什么什么公社 你回家什么路上 手电就照在你脸上 对 我就给你讲过嘛 有一个香港朋友 亲与珍和蒋的经理 夏洋伟了 夏洋伟了 当时就在 他在这个酒店里住着 哐一下子门被推开 就戴着头盔 拿着冲锋枪的几个警察呀 咔着 怎么会像洋伟 他本他在做事情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珍宝总动员 进座房了 不是抓着他 进座房了 不客不客的 从此向洋伟